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艾文可否介绍一下什么是同道堂 同道堂其实是我们一班朋友 有十二个好朋友 他们大家都喜欢游公仔 我们就聚在一起 大家交流 互相学习 因为这一件事是要好讲 大家有共同兴趣 所以我们就改了做同道堂 其实这一种 你叫得很谦虚 可以说游公仔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都挺专门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模型界的文化 可否多说一些 比如你们审美的方法 或者你们平时 有什么主题特别吸引你们 其实我们叫游公仔 其实可以说是 人上的上色的一种艺术 其实这一样东西的历史很久 主要是来自欧洲 英国西班牙那边开始 那我们同道堂上面 我们的大师 阿温先生 他其实在英国那里 就是开始学这一样东西 大概是五十年前左右 四五十年前左右 就开始带这一样东西回来香港 那我们大家都是 就在康夷的精艺 就经过这个店铺 很多人都被这里 有一些作品吸引了 所以跟着呢 就开始喜欢玩这样东西 就是 比如 现在你知道很多人 喜欢玩十二寸公仔 那些都是一种人像 他们就很追求完全的真实的 就是拍出来好像 刺足真人就正了 但我觉得你们的风格 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么你们那个 就是 你们的审美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现在那些figure 就是现在看到很真的那些 就是有很多 比如Iron Man啊 Batman啊 那些Captains America 那些其实他们做到的样子 是很像 很真的 那么我们的分别呢 就是其实我们游呢 是要根据公仔背景 历史 比如是二战德军 他是在打仗 或者他是有伤寒病的 那么我们要游到他 就像一个病军那样 那么我们是有个故事性 那么除了故事性之外呢 我们要很决定那个光源 那么将那个公仔呢 是有一个阴影的比例出来 那么就令到那个公仔 更加突出 我今天来到会场呢 有一个其中一个作品呢 我特别是觉得很有趣 是1985年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个封面 那个应该是 阿富汗的一个少女难民 那时那张照片是很出名的 就是我看到一个主题 我们平时会觉得 这些古罗马兵啊 或者是德军兵啊 但是我发觉 原来是很多很多 不同的主题都有的 是啊 其实现在已经是多元化了很多的 最初我们玩的时间 多数都是一些 二线得军啦 一战啦 那都是一些historical figure来的 那现在是多了一些 比较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啦 也都有更加新兴的 是3D打印呢 就是有一些是fantasy 那些呢 那些呢 造型出来呢 就很吸引的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 我们都希望可以多些人一起参加 那因为其实 那圈子实在太小 那而这一样东西是很好玩 那真的都很想 就是借这个展览呢 令到这个东西推广得更加好 多不多 年轻仔玩呢 现在 其实 有 现在是多了人玩的 但是因为香港 推广的门路 是比较少的 那所以 那所以 想玩有心都未必有力 都不知怎样去接触 那所以 希望就是 都多些这些活动啦 那是多了年轻仔的 那今次我们都有见到 有些学生 甚至乎是有个 女学生 十五岁的 那他都开始玩 都玩得挺好的 那希望多些人 去接触这一样东西啦 因为其实是 就是 是一种 比较少 年轻一代 会接触到的 一个无形的兴趣来的 那好 今天多谢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